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家豪 麦志华 蘇根哲 朱福強 慰勞 不取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今天的慰勞不取暖 今天有位单身女士的来信 一位34岁的单身女 叫做Carrie 志华交给你读出这封来信 四位主持 你们好 我是一个34岁的单身女 以前读女校 很少跟男生有接触 小时候我是个肥妹仔 所以我没有什么朋友 我喜欢在家里看喜欢的歌手 或者音乐队表演 对她们好着迷 近年我很迷阿Jer 刘盈廷 非常沉醉她的声音 她的才华 和她的坚持 我就一直注意所有关于她的消息 我去过看她所有的演唱会 每次都是买最前排的票 希望可以很近距离地看到她 我买齐她的碟和海报 He is my whole world 有时候她出席活动 我真的想直接冲过工作人员 去和她聊聊天 但是我很害怕她不喜欢我这种女孩 我没有拍拖经验 也很害羞 即使我有勇气和阿Jer聊天 她也觉得我一点都没有吸引力 我老死都告诉我 柳英亭阿Jer肯定不会喜欢我这种平常人 他们说我应该面对现实 找一个喜欢唱歌的男生交往 但是在我眼中 是没有男士 好得过阿Jer 好得过她的魅力 都是只好默默地支持她 你觉得我是不是会 Single一生呢 生活寂寞 我应该怎么算呢 Carry Carry这样说 会不会觉得对阿Jer 有点不公道 即是说 她觉得阿Jer一定是喜欢传统 很吸引力的女孩 因为她说 阿Jer一定觉得我不吸引 觉得阿Jer一定是很传统 很漂亮 觉得她一定是喜欢这些女孩 好像肥妹一些的 或者Carry这些单身女孩 她这一种 她说到说 阿Jer一定不会觉得我吸引 一定不喜欢我这些 是不是对阿Jer有点不公道呢 蘇坚智 对这个企论来说 有一个人 有一个偶像 可以给她喜欢 那是好过没有的 生活有个寄托 寄托是一种 很辛苦的情绪 孤单寄托 是不容易应付的 有一个自己的偶像 被自己喜欢 就是一件好事 好过没有 哪怕 她是我的全世界 我接着要说的就是说 以我来说 譬如我觉得 京徒是很可爱的 但是我的想象呢 京徒如果是我的孙子就好了 同样有些女歌手呢 可能是女的京徒 我一样觉得她很可爱 我都是想这个 如果是我孙女就好了 如果以前我年轻的 就是想这个是我的女就好了 但是我从来一生没想过 这个如果是我的老婆就好了 从没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 就是老应庭 为什么不会是你的表哥 不会是你的哥哥就好呢 为什么一定要想是你的丈夫才好呢 或者是你的情人才好呢 是吧 因为情人可以见一世嘛 哥哥 表哥都可以相处一世嘛 哥哥会结婚嘛 好似我 我觉得 京徒如果是我的孙子 就很有趣啊 我会很喜欢他啊 那我不会想着京徒都会结婚要娶人 就变成不是我的孙子嘛 那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一定要希望这个偶像 成为你的情人或者丈夫呢 你以某一个角色来看待他 来崇拜他 来喜欢他都可以啊 试阿扎呢 留应庭为哥哥 是 好点 是咯 既然不会成为政府 你就和他保持一个距离 只是作为一个偶像来崇拜来中意 那就好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说到崇拜偶像呢 麦芝华呢 就是做过唱片公司总经理 找你来讲这个唱片高层 见尽这些所谓的fandom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怎样呢 崇拜偶像是好的 一生人里面有一个时间 你会追随某一个偶像 可以的 但是千万不要外上那个偶像 他是永远不会成为你的丈夫 他一定不会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是危险的 你是他的fans 粉丝 你不要当他是女朋友 有朝一日你可以嫁给他 或者娶了他之类的 如果像苏根捷那样说呢 当他是阿哥呢 行 没问题了 刚才苏根捷说得很对 卓富强 你觉得我会否升高一世 我应该怎么办 你很多时候都会赞我 对焦 我真的只看到他的问题 其他我不太理会 当然他的意境都在 实际上Kerry他也说得很清楚 给我们听 他说他根本没想着怎样的 他只说默默地 我只好默默地支持 他已经满足这件事了 我们支持 歌也好 什么都不要紧 他只不过是问 Simon你问 你觉得我会否一生一世 然后生活寂寞 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针对这两个问题来问 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是不是会Single一世 我不知道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要选择Single 而且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人 选择Single 没所谓 Single是不是不好 不是不好 但是 寂寞就是不好 我觉得寂寞和孤独要分开 我觉得Kerry应该要分开 Single 你是孤独 没所谓 你孤独你可以有很多种生活 你会满足你自己 精神上要看上去 但是寂寞就是一种的病态 我觉得Kerry要努力去尝试 不要让自己去寂寞 寂寞是因为你不懂得处理自己的精神 生活是什么 你会很惨的 你如果是Single 你会选择孤独的 不要紧的 Kerry 因为孤独的人 内心可以很快乐 可以很平静 如果他透过喜欢偶像 在这个Fandom里面 去处理他的生活寂寞 又可不可以呢 因为他可以是 柳英亭是Being my whole world 柳英亭是在我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充满着我的whole world里面的每一个角落 而去应对他的寂寞又可不可以呢 我觉得可以的 我说他是孤独的 他没有了阿Jer 他没有了阿Jer 他自己孤独 如果他孤独 他能够 就是马苏光志和芝华姐都说过 他可以在内心里面 是有这样的偶像 是没有事的 没有坏的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偶像 程度而已 不过你的偶像是阿Jer 可能我的偶像是Charles Dickens 或者你的偶像是什么 外因斯坦 那些人的偶像是 蘇庚茨格 他也是偶像的 所以没有所谓的 你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人 听他的歌 你可以排解你的寂寞 看看他的文章 或者他的自尊 令你满足 你能够做到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有很多歌迷会 那些歌迷其实觉得很有意义的 好像梅艷芳 再次出来唱歌的时候 我们唱片公司是找他的舊歌迷 他们是很乐意的 开始就剥烟 event 给他们 喝当作 又列队欢迎他 做啦拉队 他开它 或者配给 演唱会 那时候孝女 到現在變成了女人 師奶 他們突然覺得很有意義 他們的生活裏面 有一個人可以幫忙去再次捧紅他 我覺得人一世物一世 有時有個偶像是會將你的生活豐富起來的 豐富是一陣 也要看程度 如果那個偶像這個 fandom是去到比較極端的 可能是我的全世界 全世界裏面的每一個角落的話 會不會一句問 回答他的問題 他會不會擔心他 會不會升高一輩子 當然我們沒有水徵求 但是如果一個人是對於那個偶像極端的 會不會影響到他感情生活 或者是一個適男的那個領域呢 蘇根治 其實我覺得 他是我的全世界 這句說話是有問題的 如果他真的能夠做到他是你的全世界 你就什麼都無所謂了 寂寞就寂寞了 登山就登山了 你已經有他作為全世界 其實就不是 他不是你的全世界 而你知道世界上還有很多東西 所以你才有這個感覺 你經自己登山 經自己寂寞 就是因為他不是你的全世界 但如果他保持著現在這個狀態 他信領面描他的狀態 有沒有影響他在感情生活的拓展和發揮呢 你覺得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 即是你34歲都還是登山的話 如果照我的感覺 他以前好像沒有什麼戀愛經驗 沒有說 他沒有說到 但是可能會是這樣 那你真的應該有個好奇心 去發掘一下其他的男士 他的性格裏面 他不懂得唱歌 又沒有劳應庭 那麼靚仔 是吧 你發掘一下他有什麼其他的優點 即是不用說好像他那麼靚仔的 不用說他懂得唱歌的 而你覺得他有些優點 其實是比柳應庭好 大把人 所以你覺得他不是說 他自己都說 他不是期待他跟柳應庭交往 或者做他女朋友 但是你的意思是 他喜歡柳應庭 喜歡到一個程度 是影響到他的感情生活 他選擇的擇偶的時候 他看不到別人的優點 他只是想著柳應庭 是有這個意思 是的 其實有很多 雖然沒有柳應庭那麼靚仔 又不會唱歌 但是其實很值得你去愛的 還有另外一個看法 有一件事是 Kerry你可以很安樂 就是在歌迷會裡面 你會發覺有很多 跟你有共同興趣的男生 大家都很喜歡柳應庭的 很喜歡柳應庭的 你有共同興趣 反而你可以發生你的感情的 大家一起去追性 又見到你 又見到你 所以你可以 認識到一班 有共同興趣的朋友 即是可能遇到一個男歌迷 都是覺得柳應庭 is my whole world 是的 這樣呢 是有很多歌迷會裡面 是成為了情侶 後來結婚的 你只是鼓勵他去參加 首先參加歌迷會 是的 簡單來說 就是希望Kerry 在喜歡柳應庭這個層面上 再進一步 去到歌迷會那個層次 是的 有沒有一些驚喜呢 即是說麥之華的處方 不是叫他step back 即是當他說 He is my whole world 而是再 further ahead 參與歌迷會 說不定你遇到的 你的另一半 或者你的男朋友 就是在柳應庭歌迷會裡面找到的 起碼有個同一的愛的目標 真的有歌迷會 那誰又真的有興趣參加 那當然好啦 任何的社交活動都是好的 是不是 不一定歌迷會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樣做 OK 但是意思是說你要準備一下 因為他的問題是問的 你一定要準備你自己 是不是single 有寂寞這些東西 即是我想告訴Kerry 就算你是single 寂寞 我只是說一個孤獨 你是不怕的 你不需要擔心的 很多人都是single 尤其是這個世界 single有很多樂趣 你自己知道 single不一定是寂寞的 他要自己去發掘這些東西 你先去基本步 即是哪怕是single 也不是一個問題 不怕的 不需要擔心 但是你的前提是 你個人的value 他可能是他不喜歡single 不喜歡single 就好像我已經說 你可以參加一下這些多迷會 要積極一點 你知道嗎 他說他沒有拍拖的經驗 其實Kerry 在他封信裡 子女行間說了 他說他是肥妹 很多肥妹的擔心 是真的 除了被人笑 或者之類 他們會比較自卑 覺得他沒有好受 就是他擔心社交的活動 人家會少看他 或者笑他 所以如果朱福強 要去還原基本步 single也不要緊 首先要糾正你 派你自己一個 孤獨也有樂趣 單身也有樂趣 其實都不夠基本步 如果是這樣 再基本步 反而你都不用想其他事情 先說回你的自信心 是 如果麥芝華 他不會喜歡你的 你平常人 怎會喜歡你 其實全部都是 深發出 你不夠自信 如果不夠自信的時候 那有什麽處方給他呢 蘇根治 如果你沒有機會 面對柳應廷呢 那當然他從來就沒有這個 愛情的出現 因為我覺得這樣一個人 愛情不是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而是找到一個鏡 照到你的價值 普通人之間 在你的朋友 或者真是所謂的歌迷會 那你找得到嘛 你可以找到一面鏡子 你能夠照出你的可愛 那才會有愛情 所以你的說法就是說 包括他的自信心 價值等等 都是透過參加歌迷會 或者你相識的朋友 不一定要歌迷 你的社交圈子 很重要是共同 通過對方 能夠營造到你的價值 那你才叫做有愛情的起因 不知為何我聽到 我經常覺得有些不對勁呢 就是說 當Carrie說 He is my whole world 他是我的全世界 或者他的世界 沒有塞到其他東西 哪怕 那個不是一個字面 而是他一個比喻的反應 他都是我全世界 劉應廷 你們開的方 不是要他diversify 他的生活 令他的生活更多元化 洩足多些不同的東西 令他的生活更豐富 你的世界是很大的 而是不用擔心生活寂寞 而是更加寬闊 你不是說叫他diversify 他的生活 而是說更加再端入些 參加歌迷會 在那個my whole world裡面 更加進入化 不覺得不對勁 這件事 李家豪 麥子華 蘇根哲 朱福強 慰勞 不取暖 嬌涼 面旁 留著每位過路 人生心欣賞 青春 奔放 雄一次的透著金光 浸破 抵抗 迷揚此的人力 認住這印象 一收一放 同樣落得職以鼓掌 今天的他不措施 偶像 每一分之彩 為萬眾仰望 可知他的心卻是兩樣 有幾多悲傷 有幾多邊防 天天生中都背負重量 每一分天差 全受到注目 他的一生包括淚與汗 通通基於觀眾著想 要用毅臨 來讓每一位觀眾 悉心欣賞 要用熱情 原諒這黑灑爛星光 發想 估計 來日有幾個老人 願意再望 至想 可以 留住每一片段感傷 今天的他不措施偶像 每一分之彩 為萬眾仰望 可知他的心卻是兩樣 有幾多悲傷 有幾多邊防 天天生中都背負重量 每日分天差 重受到注目 他的一生包括淚與汗 通通基於觀眾著想 其實這個所謂更加不對勁 其實只是一臉之間 只要你的臉頭 你的思想有少少的改變 就可以由其他人發掘到你的好處 你從此又肯定了自己的價值 那你就變成不用怕單身 Joker 一比你呢 一比你的話 你會不會就索性參加歌迷會 去解決這個孤獨呢 你覺得有歌迷會 就是去聽歌 因為我喜歡聽歌 他們也說喜歡一點 那當然是去參加 那當然不會想著去歌迷會 想著有些什麼的期望 先去參加 那這個是解決自己 所謂的寂寞的其中一個方案 Joker 你說得對 那些信心 首先你一定要一個人 你怕人看不起你 因為你自己看不起自己 所以換句來說 你本身一定要先喜歡自己 你愛自己 那你一定要愛自己 那肥妹我從來都不覺得肥 是一個什麼問題來的 因為現在世界上很多人 眼光的 那你想想 這個這個這個 榴槤 榴槤 這麼臭的人吃 但有些人覺得很香 換句來說 世界上這個人很多 五花馬門的 所以一定有人喜歡 肥一點 手一點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那你一定要愛你自己 這是第一件事 我也是強調那句的時候 你不要這樣去 聚焦在你自己 會不會是Single 我都說Single是無所謂的 這個不重要 你一定要聚焦在 你怎樣去 即是怎樣去令到你自己 生活得快樂 好了 就算Simon剛才說 He is my whole world 就算你把這個 阿Jer 變成你的 whole world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問題 你的 whole world 你自己有問題 所以我說他發展一件事 你對阿Jer 那種認識 那種唱歌 你可以慢慢去發展到 他的樂隊 和相關的行業 這些 因為你喜歡唱歌 你喜歡樂隊 他講的 都是一個 whole world 意思是 譬如說 我喜歡檔案的 老實說 檔案工作 在我來說是一個 whole world 是 whole world 但問題就是 我會在這個檔案裡面 五花八門去發現很多 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那他都一樣可以的 所以呢 你一定要 那個 mind 首先要 open 對你自己有信心 open your mind 怎樣是你 whole world 都不要緊 explore一下 自然而言 你會慢慢 你會過度的了 你會過度到 你三十歲 三十四歲而已 慢慢會過度到 你認為可以掌握自己 還有呢 是會覺得開心的那個階段 嘗試一下 一定要嘗試一下 其實這件事 是和阿Jer沒有什麼關係的 Terry 這個是你自己 對你自己的自信心問題 和阿Jer 柳應廷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你一定要成為一個 可愛的人 你盡量在自己 學多些東西 自己的性格又要怎樣 或者你看到阿Jer有什麼可愛的地方 可不可以像他這樣呢 他懂得彈樂器 你又可不可以去學那種的樂器 來豐富了你的性格 這是你自己可以做的 是的 你可以控制的 比如說你喜歡band 他唱歌 或者你找幾個共同 你要學一種樂器 才可以唱歌的 才可以打band的 那你可以學唱歌 慢慢你就會發覺 當你又懂得唱歌 你自己有一個band的時候 你變成很可愛的女生 那人家又會喜歡你的 千萬不要因為自己 為貌 或者外形 而自卑 是的 他就經常提話 肥妹仔肥妹仔 那些朋友都說 他不會喜歡你的了 不是 總有一個人是會喜歡你的 但是你要做到自己可愛 在四五十年前我的書店 有六個女織營 其中有一個女織營 我覺得她是最不靚的 但是她經常都說 我們這些美女 我最後發覺原來最多人追的 因為她自信 那就是說 不要因為自己的外形 就是她要有個自信 是的 所以你認為是醜的 實在是醜的 有些人看都不看過醜 很有趣 就是因為你有一件事很可愛 他就會喜歡你 到最後我甚至懷疑這個女織營 最多人追的原因 就是因為她覺得自己很漂亮 只會看美不美的那些 那些只不過是粉骷髏 還有十萬嬌 對 十萬嬌 粉骷髏 十萬嬌 但是有些女性 你覺得她不漂亮 但是她的樣子有種特別 她性格出來 氣質 你萬一沒有她 氣質 但是顯然有人感受到某些東西 不過大家這次傾向就是 很一致啊 即是說進入多一點 擴闊一點 即使你入個歌迷會 都還可以不同的角落裡面 再去延伸 有時你去延伸去再進入 你剛才就是基本上 將那個fandom再進一步 就是進入多一點 進深多一點 裡面又認識一下人 欣賞她多一點音樂 裡面的不同的角落 但是如果你是鼓勵她 去繼續去再進深參加這個 那條line 你怎麼說一條line 是一個所謂的fandom and extreme fandom 你是鼓勵她 你又好像沒有說那條line 她有那條line在那裡 她沒有問我們 繼續有什麼方法 我可以接觸到 Jer 我應不應該查她的地址 她那幫朋友 那幫老死 都已經說了她聽 已經畫了條線 她是不會喜歡你的了 即是不需要再有任何極端追星的擔心 我想她知道的 她都說默默地 只好默默地支持她 參加歌迷會 其實不是說更加去接近 而是橫向的 和一幫人 一幫有共同興趣的人 一起去捧這個你的偶像 就不會有端追星的方向 我不是叫你一個人 你自己想盡方法 或者買通些什麼人去接觸她 每一個人一生裏面有一個偶像 是一件很好的事來的 世界上有很多男人是不漂亮的 沒有柳應廷那麼漂亮的 又不懂得唱歌的 那這些男人 為什麼都有人喜歡呢 那就一定因為他們有其他值得喜歡的地方 而你叫她換一換褲眼鏡 看看周邊身為的人有沒有這種的 即是她發掘其他值得喜歡的人 不漂亮的 不懂得唱歌的 但是有其他優點的 如果不是每個都要像柳應廷那麼英俊 那麼懂得唱歌 那麼世界上 裡面有那麼多家庭 或者只是用柳應廷那把尺 來做Benchmark 每一次見到的男生 就這樣跟柳應廷比 是 那就不整個世界了 每一個人都可能見過 在你的人生當中 見過一個人 你很漂亮很愛 即是想馬上娶她做老婆 很愛 很漂亮很漂亮 但是通常這些 都不一定成功的 即是不一定成事的 但在人生中會有這些 我只是想告訴他 Garry 雖然是很不公平的 因為我們沒有他追星 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你沒有追星嗎 我沒有 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根本是很不公平的 對他來講 或是幫不到他 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我會覺得很奇怪 別人會追星 我會覺得很奇怪 我認識一個人 他真的追星 他經常追星 他經常追星 一有什麼演唱會 都去追星 即是搭那些最便宜的 念寒 都去 很辛苦 都去的 我是完全不明白的 想不到的 但他們一定有一種 不知 一種mechanism 令到他們什麼 但你會羨慕他們 我不會羨慕他們 我不會羨慕他們 我絕對不會羨慕 我也不會羨慕他們 但是 可能我身體裡面 會 我不知道 但願 Carrie 不要走多了一步 即是你說的 他走到極端追星 只能夠希望他這樣做 如果他不走多一步 他沒有所謂 就無雙大雅 無雙大雅 正說已經說了 Single 你處理一下自己 寂寞 你處理一下 慢慢你的人大 你就會懂 千萬不要走多一步 任何一樣東西都是 你一沉迷就是什麼的 就是死了 倒就好 什麼都好 下什麼都是 所以 不需要擔心 Carrie 不過簡單來說 大家覺得 你的情況不太嚴重 只需要你確闊 換一換副眼鏡 就像蘇根哲這樣說 就是不要 你認識別人 看一看他的優點 看多一些他的 或者像志華說 在你確闊你的圈子裡面 哪怕你是追星的Fan Club 裡面 你只要換了一副眼鏡 你看身邊的東西不同了 都可以闊很多 難得 Carrie 過去幾集罵到火紅火綠 不同意見 這封信 你組合大家 給你這個建議 希望可以幫到你 Carrie 明天還有我的回信 還有麥芝華 蘇根治 朱福強的回信 今個禮拜 希望你聽聽我們給你的建議 每週為露 心潭解憂 為露不取暖 無題 生為露不取暖 既然 寫魂八轉那圈圖 生死間前回脈爐 重逢那一個擁抱 可有或慕 浮華裡歡笑苦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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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有李家豪的回信